敵對的一家雜誌社簽約了 要去那個雜誌社上面曝光了 棒的大忌耶 而且完全是敵對的兩大雜誌 他離開這邊 他的恩師這邊 他要跑去另外一家雜誌社 去當一線的model 那不是打了他經濟公司一個巴掌嗎 而且他經濟公司原本 還要幫他出一本個人的寫真集 天啊 完全就是當後棒後 所以他現在這個整個人就黑掉 他經濟公司就說 這本寫真集出完以後 就跟他不要再有任何關係 除了忘恩賦義的這個假面甜心 左手公司對不對 他其實還有另外一些事情 讓人覺得很匪夷所思 我想這個Paul聽到應該會心碎 他看起來這麼甜美 這麼酷 雜誌上穿衣服這麼漂亮 但是呢 其實他私底下是個dirty girl 怎麼可能 dirty 所以只要他 是真的dirty啊 對 只要他待過的地方 他坐過的桌子 上面就一堆垃圾 怎麼可能 化中間 只要在那邊化完妝 離開 哎呦 打掃阿姨 對 他的外號是 泰國西 泰國西 泰國西啦 泰國西 泰國西 泰國西啦 泰國西啦 到底是有多泰國西 真的假的 不可能 就是只要 只要他離開了那個化妝間 就是異團亂 真的啊 所以動作人員都非常受不了 常說 哎呀你一個漂亮漂亮的女生 為什麼衛生習慣這麼差 東西到處亂丟 吃不完的麵包零食 喝咖啡然後衛生紙 就這樣子全部攤在那邊 好髒喔 怎麼會這樣 完全跟他甜心的那種感覺 連接不起來 除此之外 他工作人員 身邊的工作人員也爆料 他在後台的時候呢 也會翻翻雜誌 看一下 現在又有哪些新生帶的模特兒 想來跟我比美啊 他一看 呃 看到一個人不喜歡 怎樣 怎麼樣 怎樣 土黑大禮 折起來了啦 來問幼稚啦 我覺得整個還滿好笑的耶 我給他換 我跟你講他的鼻毛戳出來 畫鬍鬚 畫鬍鬚 他把眼畫眼鏡 他額頭畫一個網 這個我有做 我有做過 你才放過我嘛 我小客人都在弄 對啊 我覺得這還滿好笑 滿可愛的啊 你又很可愛 你又很可愛 對啊 還滿意思的啊 他要討論他討論他 你以為他泰哥的 等一下 你左邊的頭說加分 對啊 青春可愛 對 好像小女孩一樣 你真的是 他就比較偷襲 他一直都撐丁 那你說他這樣畫完後 以為沒人知道嗎 因為他就丟在那邊 他就去錄影 錄影那工作人員 收他電話 壞了 你怎麼擺人家 另外一個模特兒 給畫成這樣 怎麼得了啊 所以他這個假面甜心的稱號 就不進而走 就被傳出去了 另外一個呢 我要講到 也是另外一個大雜誌 VIV雜誌的陳景麟 麟啦 就有兩個字的那個 對 好可愛 他太近來台灣兩天吃了 然後都是走那個 過我們就喜歡了是不是 那個還好 那個還好 原來也有球 繼續進來 對 陳景麟娜呢 也是被人家踢爆 因為她也是時尚的指標 因為她是有一點混血的感覺 她是混血的 最主要的就是她四肢很細 為什麼可以這樣胸腹這麼大 而且你看那個皮膚這麼白 好白喔 對 那她又發生什麼事情呢 她就被爆呢 她其實就是最假面的機車女 為什麼呢 因為她被日本的這個媒體 八卦週刊報出來說 不過她一年騎機車在馬路上面 真的騎機車喔 怎麼要騎機車喔 騎機車在馬路上面 違規停車 高達七十幾次 真的 日本人怎麼會 她就騎著機車到處亂停 停車七十幾次 大家覺得七十幾次 還好嘛 那我跟她 除一下 評訓一下 五天就違規停車一次 你有沒有比新竹貨運還慢 你在那邊幹什麼 你那個流通室還哪還忙 而且我們去日本 很少看到路上在騎機車 對 她會不會被黑 所以我在想說她在忙什麼 而且為什麼 騎機車也就很好找位子 你為什麼要亂停呢 那也因為她違規七十幾次 五天就違規一次 然後她的這個交通違規的罰單 已經累積到快二十萬台幣了 什麼 那你違規 那你違規就算了嘛 你有錢你交一交 你罰單要繳啊 她不交 我就要放在那邊 我不繳你怎麼樣 現在有二十萬台幣的 呆帳罰款在那邊 她也不想繳 然後惹著現在她的經濟公司 你知道嗎 也覺得 這個女生怎麼這樣很丟臉 決定跟她解約 不過盛梅姐在日本 有著第一美夫封號的小雪 她之前就有被批爆說 她有頌手牽羊的習慣 好可怕 小雪 小雪 小雪牽羊 強阿雪 做強啊 有一個太可惜了 有一個太可惜了 強阿雪 玉琳哥你好會幫她學人字 這美姐 趕快告訴我們 玉琳哥更喜歡別人換面 你知道嗎 我看了這個新聞 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 是因为2006年 大家都看到小雪 是因为她跟阿汤哥演了末代舞 是 在这个戏里面 再加上她常年都是大型的 保养品的代言人 2006年她曾经获得 全日本最美的女人这样的封号 接下来又有人封她就是美肌女王 因为她皮肤实在是吹痰可破 看她的名字也很小雪 还有人说 她就是气质女神 对她除了美之外 她的气质非常的高雅 你会发现在末代五十这个电影里面 她的其实戏份不算多 可是那个角色很打动人心 一路就是忍耐 照顾一个杀丈夫的仇人 因为这样的角色深入人心 再加上后来 她跟小她八岁的松山炎依结婚了 这个男生是谁呢 原死亡笔记本的松山炎依 好 看到没 好 你想想看 我们的性感女神 然后可以拴住一个小八岁的小男生 然后两个人又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 那这个女神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缺点 她简直完美到爆炸 因为她的老公帅又年轻 她又替她生了个儿子 她又会赚钱 人生胜利 皮肤又缺弹可破 是啊 事情就发生在今年2013年的1月 她要生第二胎的时候 就她们家的妹妹 生女儿的时候 哇 有儿子又有女儿了 对 她人生就凑一个好字了 你干嘛 你干嘛 看玉玲哥 100分 加油 好 加油 好 接下来怎么办呢 好 她对外宣布是 她要到韩国去生小孩坐月子 你知道有的时候 一步错步步错 一月的时候 日本跟韩国有独岛争议 对 因为这个独岛争议 对日本人跟韩国人来说 那个是国仇家恨 结果 你是我们日本人 票选的美金女王 你选择要去首尔坐月子 你现在是怎样 当她去首尔的时候 大家啪啪啪啪 就是开始炮轰了 竟然就开始票选说 最让人讨厌的女明星 天哪 她第一名 怎么会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在那个时间 选择去韩国坐月子 她说这样可以省点钱 之后又传出来说 其实她第一时间 看的那家月子中心 她跟人家订了合约 她根本又没有去 对 人家就觉得 你怎么会这么急车 好 这是这件事情 从韩国回到日本之后 她又花了1.7亿日币 就是5千多万的台币 买了一间豪宅 本来她跟松山岩一 是小两口住在一起 跟她爸妈是分开 那现在我生了一个女儿 那我们家有四口了 我有两个小孩了 那有人要有照顾 对不对 那我再把我的爸妈 就小雪把她的爸妈都接来 好 我的爸妈跟我们一起住 还有我们的小孩 那你松山岩一 就是要跟我爸妈住 那大家就笑说 现在是怎样 你小雪钱赚了很多 你要让松山岩一变成入罪吗 那又怎么样 对不对 这个房子就是我买的嘛 对不对 我接我的爸爸妈妈来 就又怎么样 好 接下来 她就被大家讲说 她是个任性女王 为什么呢 就要讲到顺手前阳 你一年赚这么多钱 这么多的保養品 都找你代言对不对 每次去拍这个广告 她真的就是女王 现场所有都弄好了 连那个打光都是替身先 帮她站在镜头 一定要的 因为那个灯光会晒黑我的鼻子 是啊是啊 你知道 好 所有都弄好了 她进来 很短时间就拍好了 刚刚我们在那拍拍脸嘛 20分钟拍完了 好 广告拍完了 对不对 她就回去 在她的所有的化妆 那个化妆镜前面那个桌子 所有的东西 她全部带走 蛤 什么 带走什么呢 你们就不了解了 带走什么 保养品我不用拿 厂商都会送我 这个因为 因为她要拍广告 所以我们现场要有一个加湿器 我知道 我们要加湿器 保持这个现场的湿度 要看我的皮肤不行 如果太痠的话 我就拍不出来那个嫩嫩的感觉 对不对 这东西我带走 蛤 这很夸张 旁边有个美容按摩器 我带走 蛤 哎呀 那边还有一个睁脸的 哦 这个好 这个好 拿走 你知道所有工作人 就觉得小雪现在是怎样 所以要傻眼 你真的有钱 不行啦 那你一样 多问我一下 我有问吗 没有 更妙了 更妙了 我还问到公司 你知道 这老实讲 你们两个蛮搭的 那都一样 对 不是 你们把重点来了 好自然 你是全日本最美的女人 没有是美肌女王 对 我还问到工作人员说 这可以拿吗 工作人员嘴巴张得很大 还讲不错 就拿到袋子 没有人往回来说 即使就拿到袋子 照理说他自己有助理 对不对 不用假手助理 因为他要享受顺手牵羊的快感 快感 活动 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氛围在于 你如果真的要拿 这旁边你的经纪人助理 一排十个人 拿了就走了嘛 对啊 你不要拿嘛 杀鸡烟用牛刀 不是 这个意思吗 但是我就是要用牛刀杀鸡 你管我 对不对 对 我就想把这都拿走 怎么样 全部都拿 他都不怕工作人员会讲说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很机车 这些东西你干嘛全部拿 尺手牵羊也就罢了 你还这个态度 所以人家才讲说天哪 算这么多钱你还要这样 哎呦不是只有女艺人被批是假面甜心 最近呢 在我们演艺圈的真汉子也被大家批说 好假好假 盛美姐前一阵子帅气 捐给游民鞋子的这个凤小月呢 最近竟然被网友批说她孤名钓鱼 那这样啊 我们先讲一下凤小月的一个 就出生背景 我们都知道 因为她是个混血儿 然后爸爸是外国人 妈妈是台湾人 然后妈妈生下她之后 就把她送到这个台湾来给外婆带 她小时候家里面没有电视 没有收音机什么东西 冰箱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跟古人过的生活是一样 她都很大都没有看过电视 她在大概小学的时候 她妈妈因为凤小月的妈妈呢 是一个表演家 就是街头表演者这样 就到处要表演做艺术表演 有一次呢就带她去四川 就妈妈回来了她没有回来 她就在四川的里面小学 因为妈妈觉得那里环境好 就把她就在那里面小学 那我要形容是说 因为妈妈这样一个心知所知 就认为说孩子你就自己长大 自己要靠自己的 天啊 她就自己留在四川念小学到长大 怎么可能啊 结果后来到她大一点的时候 妈妈再把她送去少林寺 真的 她是一个外国脸吗 外国蜂蜴学院 小当家 但是我们凤小月明明就有台湾阿汤哥的美名 帅不帅 台湾阿汤哥最近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她最近这几年真的是功臣名就了 红了 然后呢前一阵子有一个影片被po上去 然后新闻也被报导出来是 在士林的这个捷运一号出口 有人就拍到凤小月拿了一双鞋 这个鞋我先要讲 价值快六千多 他拿去送给了一个游民 那个游民在那个捷运出口那边 其实流浪了快13年 那个附近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游民 他就送给了他 就有路人看见就拍了这样的一个影片 然后媒体就报导出来说在雨中送鞋 感觉是很温暖的嘛 是啊 可是这世界就有一种人又是柯南嘛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 第一那个游民是真的游民吗 为什么这样子 对啊 为什么那么巧又会被拍到呢 好 再来又有柯南就讲说 你怎么能确定你的脚 跟这个游民的脚是一样的呢 你又为什么要送鞋 这个鞋会不会是你穿不下 或不想穿 所以你送给他 你为什么不给他钱就好 为什么要送鞋呢 而且还有人质疑说 那既然是游民 为什么他会染金法呢 所以才会怀疑是不是游民嘛 游民染金法多了 好 但是这节新闻呢 是 后来的发展我真的觉得蛮妙的 怎么样 记者就把那个游民找出来 真的好厉害哦 真的 然后那个游民就说 他真的是流浪了十三年 他本来是建筑工人 就讲了他的家事被子 对 然后他现在跟妻儿失散了 没有地方住 所以他都睡在捷运出口 他说 他其实一开始没有认出是凤小月 然后拿到那个鞋的时候 他高兴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发现这是明星送给他的鞋 哇 很感性的 觉得说怎么这么好 对啊 但是的确啦 我必须讲 因为这样一个新闻 在现在这么嗜血的台湾社会 大家会把它当反向思考 对对对 怎么那么巧 这个时间送鞋